请国民党放心 我年底大选绝对不会缺席的 两个多月前的约定真的要实现了吗 13号卫福部长陈时中刚确定获得征召 就传出教堂陈嘉行要加入团队 主导网络空战 只是这些枪未发好像就先躺炸了 PTT上一片骂声 有人质疑民进党是没人了吗 也有人说他只是来打泥巴掌 是用完就被嫌脏的叶胡 媒体人周一扣更直接在脸书开呛 说还没骂他他就先挂了 空战只挥个头 先好好读几本书再说 其实教堂很热心 在网路上其实也常常会发表一些言论 确实一定会有喜欢也有不喜欢的人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个人的形象 可受公平 连自家议员都挺不太下去 因为陈嘉行几年来 从靠着脸书追踪超过10万人 而以高中学历考进中山大学研究所 到今年5月疫情严峻之际 在脸书呼应网友找中标 找享受的说法都引发过争议 面对质疑 陈时中没有明确回应 只强调欢迎所有年轻人都来帮忙 至于陈嘉行本人 14号一天则是以盖婉拒所有采访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